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叫庸祖断上庄 家长豪宅拍照 珍珠被称为海洋的眼泪 大家都知道珍珠是特别的这个东西 我总期待 时代是我们的兄弟 有一间珍珠红莲 不到特别是我们的意思 这不一带 我们的兄弟是个名字 从古之进 珍珠就是大家的一个珠宝 在我们古代东汉时期 有一个叫河浦郡的地方 那个地方 这个珍珠真的是文明海外 师姐 我家小区的景观石里面 养了好多好漂亮的鱼呢 网上很多人去看 是吗 那哪天我也去看看 师姐 你得趁早来呀 不然鱼就没了 怎么 他们要把那些鱼 捕回去吗 不是不是 是我们那儿的居民也特别喜欢那些鱼 偷偷捞走了呢 啊 那会加养 对啊 假如你想看的话也可以来我家看 你也偷回家养 小美 你怎么能这样呢 我看他们都偷偷捞回家 他们都捞大的 我捞的是小的 人家放那些鱼 是为了美化环境 你们还捞回家养 又不是我一个人这么多 这样吧 我换一个方式给你讲 我给你讲一个 河浦还珠的故事 东汉时期 河浦郡盛产珍珠 文明海外 当地百姓 以采珠为生 可贪官污吏 趁机盘剥 使得珠民大肆普劳 蒸磅产量越来越低了 你说我们和普通珍珠都还哪里去了 是啊 我们可是靠这些珍珠来维持生活的呀 没有了 这个珍珠我们的日子怎么过呀 以前我们这里的珍珠那么多 今天乐破到这个地步 我们以后可怎么办呢 听说我们这里来了一个新太守孟长 你说他有没有办法呢 他有什么办法呀 难道他可以生出珍珠来 汉率地刘宝 派孟长当河浦太守 他隔出壁边 不准烂谱 不到一年 河浦又盛产珠了 师姐 听完你这个故事 我好像做错了 你当然错了 而且是大错 人们都在努力美化环境 而你们却在破坏环境 师姐 我 我今天晚上回家就把这些鱼放回景观池里面 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 我希望你把这个故事讲给其他人听 让他们把捞来的鱼放回鱼池去 行 师姐 今天我也要做回孟长 河浦就是现在的广细创作指质剧的河浦 给这人女河浦还珠 系列伊斯里其中要报过了 将我们您不能过度的开发身边的范籍 特别是这些可栽生的资源 一定要好上至保护 这里还包含了翻饱的意思 好 继续下我们今天的广告 广告只有监督精彩理容杂西非 观众朋友们又到了咱们今天的加油秘籍时间了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新鲜的莲藕上市了 那么莲藕具有食疗的功效 尤其是最近秋冬季节比较干燥的天气 吃莲藕更是可以促进清晨代谢 防止皮肤干燥 那么我们今天就用莲藕 给大家分享一道美食 今天的主角就是莲藕 我们还需要准备青虾 首先第一步我们要先处理青虾 我们把虾的虾头虾皮都去除掉 取出虾肉 青虾处理好以后 接下来我们将藕同样的去皮 然后我们将藕呢切成丝 好了材料准备好以后呀 咱们将藕和虾呢同时放到搅拌机中打碎 那么它的比例呢是250克的虾肉 咱们呢放入50克的藕 然后呢我们再放入调料 好咱们以半斤的虾为例呀 咱们呢放入三克的盐 三克的糖 然后呢再放入三克的淀粉 打成你以后呀 咱们接下来的步骤呢就非常简单了 首先呢咱们热油做锅 好然后呀咱们呢将虾肉呀裹成丸子 待到油温6到7分热的时候 咱们呢将丸子呢下入锅中 好带丸子呀炸至表面金黄色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好了经过简单的几步操作呀 咱们这道鲜虾藕丸呢就制作完成了 它营养丰富鲜香脆爽 观众朋友们不知道今天的加油秘籍 您学会了吗 老人们都说冬吃萝卜下吃姜 冬天到了 大家呢吃萝卜的机会也多了 今天呢加油秘籍 我就教你一个萝卜的新吃法 萝卜燕麦笔 我们需要的材料有青萝卜燕麦片和一块鸡胸肉 首先把洗干净的萝卜去皮 然后把它擦成萝卜丝 萝卜丝里加入一勺盐 搅拌均匀 腌上10分钟左右 腌出水分 再准备一块干净的鸡胸肉 切碎剁成肉末 接下来我们把腌好的萝卜去水分 也不要挤得太干 挤好之后 抖散切碎 把萝卜丝和鸡胸肉装在一起 加入点葱末 然后打进两颗鸡蛋 我们给它调个味儿 加入少许的盐 胡椒粉 一大勺蚝油 少许芝麻香油 然后抓拌均匀后 再加入100克左右的燕麦片 继续抓拌 最后少放一点面粉 这样容易成形 抓成这样粘稠的菜糊状就好了 垫饼铛或平底锅 预热刷油 把菜糊用手团成丸子 压成小饼放入锅内 煎三分钟左右 盖上盖子 焖两分钟 然后翻面 再煎三分钟 盖上盖子 再焖两分钟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 我们的萝卜丝燕麦饼就完成了 今天的萝卜丝燕麦饼 既营养又好吃 萝卜丝的香和燕麦的香 增加了口感 适合老人和孩子吃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试一试 六个月的时候 婴儿就逐渐开始添加腐蚀了 那么这个年龄段的婴幼儿 最重要的就是补铁 今天的加油秘籍 我就给大家介绍一款补铁小腐蚀 菠菜小丛饼 我们需要准备的是一把洗干净的菠菜 裱花袋 鸡蛋 一些面粉 还有榨汁鸡 好 接下来我们把菠菜煮熟 接下来我们把煮熟的菠菜 放在榨汁机杯里加一颗鸡蛋 再加一些面粉 因为煮熟的菠菜里边有水分 所以我们少量的添加一些水 我们把它摇一摇 放在榨汁机里 炸成糊状 好了 我们看一下 如果这个粘稠度不够的话 可以再加一些面粉 好 接下来我们把榨好的这个菠菜汁 倒进裱花袋里 现在我们把裱花袋上面的口扎起来 扎紧 好 接下来我们往锅里倒这个小松饼 摆好之后 然后开始开火 这个中火就可以了 好 我们煎的两边变色就可以了 然后记得煎的时候把它翻转一下 好 营养又美味的小松饼 出锅了 菠菜中还有大量的铁元素 这道健康又营养的菠菜小松饼就做好了 观众朋友 你们学会了吗 好多女同志都给我表示过 不愿喝煮风 不愿弄饭 这些的的其实最好的系列就是油烟子 忘年没忘年没去让你看油烟子熏日了 但是这个油烟子还是很顽固 这些月内要进行起来要是特别麻烦 于是说就像了好多厨房用品 最近在网上有用的东西比较风 叫油烟 各种铁是铁的讲座 哎 哇 只能来告诉有人风烟烟 这样子来的请慢好 好不好 可问节目再写的 哎呦 天呐 哎呦 天呐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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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甘人 这都没死吧 哎呦 哎呦 竟然有这个风烟烟的来吧 还想加风烟烟的来呀 又不是人在家呀 其实那个风烟烟的时候 也放了几多个油啊 真呢 搞到那二十八年了 不是人家的风烟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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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再又再想瞎忘 我是最大的太阳只管把你照亮 长得愁快的就 来了 买得来了 哎 你看旺东西挖 旺东西好关于 关于什么油吗 不就是乌东西挖 你看旺东西挖 不就是旺东西挖 有影子了 有脚油了是吧 下次挖你了 对啊 那旺东西一妈一妈 哥哥上面好麻烦 对啊 不相信我们做了十年了 我剪一块 可以 你去干一个呢 放一只姜油 姜油是吧 姜油流于辣的嘛 对吧 是哦 要放这个来的 十几个放姜油放得多 这只油给它给我变 这只油是吧 我跟哥哥咬不少了 我已经定格了 因为这上面刮不住 是吧 是吧 根本就刮不住 我估计一妈就没了 是应该嘛 还是流浓的 嗯 油就还是大了 对啊 我帮我摸 过来摸多个两个 还行 没拿帮我摸呀 三个拉油 你就轻个三个 你还不给人拿手就没了 要先摸一下脚油味 好吧 哎呦 太远了啊 开始还味了 摸出来 不太油了 嗯 你再摸一下 这油一遍 油的比较难摸 哎 蛮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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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摸起来 还是细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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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 哦 哎 不是 哦 polls 诶 来 Bat gar 蛮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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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 chooses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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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是不是这么多啊 诶 可有西方只个公典要联系做了 诶 风锅 东西不演 是哦 风油艳 风浮 对呀 风浮 风油艳 风刀 风啊风 嗯 嗯 放我就去 现在还不爽脚工作了点是吧 有意的 好不好用一用的这小带 刚才我们帮大家搞了 确实是可以来高温房屋 当然好不好 还有人是敢挖的孙 我建议大家想买 到一个评论区去多问一下 最好犯案很逼个 因为越到很逼 挖个室就越正式 好 休息我们今天的广告 广告是要监督精彩的理论 马上飞来 欢迎大家飞来 今天是礼拜一 新个礼拜又开始了 我建议工程忙 好去紧张进来 一定要注意休息 当然了 最重要还是要加好 天气浪的油 不是吧 有温补吗 所以它营养的越来越多了 有些东西 有些手动 今天我们要加个 跟营养有的是关系 它不是营养 是营养的一种 保存味道 观众大家好 那又到了我们美味家 的时间 让我们今天有请 我们的老朋友 我们的刘宝华大厨 有请 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做的这道菜呢 我自己觉得 还没有吃过 因为你知道 我们在冬天的话 最喜欢吃的一样东西 就是跟羊肉关系的一切 不然烤羊 还是火锅什么的 今天做的这道菜 叫什么名字 这个泡椒羊肚丝 羊肚丝 大家吃过没有 可能羊扎锅里面有一些 但是很少会拿来炒菜 对对对 好我们先来看这道菜的原菜料是哪些吧 泡椒羊肚丝需要的原菜料有 羊肚丝 生姜大蒜子小米椒 泡椒 葱段 胡萝卜丝 黑木耳丝 原菜料已经看好了 我们现在就来问问 羊肚丝 就是拿回来以后 应该怎么去独立一下 拿过来以后了 就是可以有两种 一种是你给它炉水去炉一下 把它更香一点 但是我这个吃的是泡椒味了 我就是用的白炉 我就是用的姜 葱 料酒 放点醇醋 去炉烂了这边 那还有一些观众他会问 羊肚啊 到哪里去买呢 现在羊肚呢 羊肠 都有一位 现在物流也很方便嘛 大点的超市都有 对对对 好 现在我们下面第一步怎么做 首先要把这个羊肚 过下水 好 清水中下白酒 水开后 羊肚丝下锅超烫 刚才我们看见 我们的大厨呢 往这个水里 加了一点白酒 对 因为要羊肚比较新 所以是去下新的 其实我觉得做养肉类的东西 就是有些人 他可能特别不习惯的 就是这个山外 他如果去除的好 这羊肉真的是很好 很美味 不管是羊肉 还是就是羊的这个内脏 什么的 对 焯水大概焯多久 这个就是水烧开了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羊肚丝出锅沥水 再起油锅 爆香生姜 大蒜子 小米椒 泡椒 香味一出 下入胡萝卜丝 黑木耳丝 煸炒 下入一些啤酒 增加风味 胡萝卜丝 煸炒 变软时 往锅里加入一些清水 来一点生抽 老抽 陈醋 蚝油 下锅炒匀 羊肚丝下锅 充分翻炒均匀 觉得色面不够 可以加入一些老抽炒匀 我们今天做这道菜 我们会发现 大厨先把这个 胡萝卜和这个木耳先炒 为什么要先炒配料 因为这个胡萝卜 它是这个齿浓性的 一定要拿油先炒 像 它的维生素 就天天就炒到 就是那个什么胡萝卜醋 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 这些才能够更好的 去放 对对对 辣妹子辣椒酱 下锅炒匀 调味来一点鸡精 胡椒粉 盐 十三香 再来一些葱段 下锅炒匀 待滋味融合 这道泡椒羊肚丝 就可以上桌了 浩椒羊肚丝 这样就做好了 这道菜真的 我看过去我觉得非常的开胃 对对对 需要注意点什么呢 就是羊肚丝啊 我们要吃到一点劲道 我们一定要加点醋 加点泡椒 正好把那个味道给改变 其实很多人他喜欢吃羊 还是喜欢吃一点淡淡的 有点那种善味才叫正宗 对不对 好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大厨 他今天教大家的泡椒羊肚丝 大家都好味道 泡椒跟羊肚丝一起找 目的节调各个羊肚丝 另外还起到开米的作用 别是能用的轮发来 还有各个泡椒和菜 亲眼过去闻闻味觉了 好 可是再弄张了 哪个先送一送你 大家好 我叫小雪云 希望提包专家 所有人都老板子 大家好 欢迎收看 今天的美食爱心地 我是琪琪 咱们今天来到的呢 又是八毛巷社区 咱们今天要送的这道菜 是羊肚A 刚刚出锅的已经在琪琪手上了 那咱们今天这道菜呢 是莫婆要送给她的爱人的 我们现在替她送再去 走了 奶奶 萧婆婆 你好 爷爷在家吗 在 好 我们起来走 我们现在来到了萧奶奶家 爷爷您贵信啊 是熊 熊爷爷 这样吧 我们先尝菜好不好 冬天就是秋冬季节 我觉得吃这个羊是比较好的 温补的嘛 对不对 然后羊肉啊 羊肚啊 都是比较好的 来 我们先尝一尝 好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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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时家里谁做饭 平时我弄饭 你做饭 是 那熊爷爷你觉得是这个大厨烧的好吃 还是阿姨这个奶奶烧的好吃 大厨烧的好吃 大厨烧 平时在家里面弄这个羊肉啊 羊肚啊是怎么 我没弄过 弄得少 弄得少 因为这个 就是弄起来是不是觉得比较复杂 那今天 接下来我们回看一下我们的节目 我们也把这道菜学会了 好不好 来问一下 这个奶奶为什么会想到给爷爷送菜吃呢 老婆嘛 结五十多年 结婚五十多年 结婚五十多年 对你特别好吗 这个是主养的 节目上不太多 什么事情都帮你做 好来 小奶奶说 年轻的时候她工作十分繁忙 忙到几乎顾不上家 那个时候 爷爷不仅没有抱怨 反而是十分支持她的工作 并且承包了家中所有家务 我是下了班了 就回家来弄饭了 还学学回上学了 那奶奶那个时候怎么那么忙呢 早上她是寂静的了 那每天那个时候奶奶得工作多长时间 十多小时啊 好辛苦了 那早上不就得好早好早 早早就去 早几点中午 因为早晚 早晚几点中午 早晚了 她和任务啊 晚不了 她每天是住这只好吃 这几个几个意思 所以 因为是 手机慢了 时间不多 这些时间呢 她就是 不得文字任务 我 文字任务就拿不到工资 是这样的 所以每天工作的时间 是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 是 要是 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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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她们 把她们 家的洗衣服 把她们 搬到 她们 倒下 就是把她们 要好 去洗衣服 所以那个时候 爷爷是特别心疼你的 对不对 穷爷爷 萧奶奶的故事 似乎印证了一句话 好的夫妻是互相心疼的 好的婚姻 是我也懂你的不容易 婚姻不易 所以应该 且心且珍惜 电视机前的 您有什么样的愿望 希望咱们美食 爱心地 替您实现吗 如果有的话 欢迎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 07918831 6800 我们尽力 并不满城 你发现吧 如果在一个家庭当中 有一个忙的忙的 又在厨房里弄饭 又洗衣服 个男个 给一个幸福指数 就绝对好够 那小二个 有一个港个男个 一个女个就会好幸福 个女个一幸福 啰嗦事就少了 家庭氛围一下 就佛谢了 天视机前个男性盟友 干杯小的浪出了啥 好 今天的节目 要给大家个娃仔 今天呢 国内新闻 我们今天帮 平均风险的 地宝刚刚 我去地宝阿姿 欢迎来个 少没有文化放过文化 在手机关系来 广告再陪她的眼睛 节目 明天老师看 阿姿等待大家 拜拜 现在咱们的线会杂菌呢 这样就做好了 这道菜一个字 鲜 注意点什么 这个注意就是 在锅里煮的时间 不能太长了 太长了 这固执的 它这口感不好 对对对 其实我觉得 我们平常呢 可能真的是吃菌类 还是比较少的 学会我们今天 刘大厨教大家这个方法呢 回家做一道 好吃的这个菌类菜 家里人肯定会觉得 特别紧